告訴我們,點煙共香有十種功德,念辨時咒有十種功德,念甘露水真言有十六種功德,二十八頁跟二十九頁,你要回去看喔,好不好啊,因為今天時間不夠啊,今天一天就把一年的課上完了,我好像第一次來這邊喔,就一下就上完了,結束了,畢業了,那請問一下,你要自己看,五十八頁做煙共的功德有十項, 辨時咒,十項,甘露水真言,要時咒,要什麼功德利益,那希望大家有信心,有悲心要去做,要精進,不要光說不練,那這些都是我們往生淨土最好的祝緣,各位已經相信了,相信極樂世界了,發願了,但是你要實修啊,修行,要有修,以念佛為正行,各種善根功德為祝行, 那這樣你才可以,成就圓滿的資糧,不離菩提心,好,只拿到了,請各位看右手邊,供水祭,請把水拿起來,打開一下,一杯水供養佛,回向給軌道,可以超度八萬四千個軌, 所以各位,佛的力量不可思議,水的力量叫法力不可思議,再來你的信心,慈悲心不可思議,所以一杯水,以慈悲心,供佛,回向給惡鬼道,一杯水可以超度八萬四千個惡鬼,今天我們有四百個人就乘以四百了, 一杯水供佛,回向給魚蝦海鮮,一年之內,這個都市所被吃掉的海鮮水產超度,一杯水拿來供養佛,可以等於念了一百萬遍的宵夜這樣的咒語,一杯水拿來供養佛,等於念了一百萬遍的發財咒,要不要發財,水可以發財,所以你公司外面要擺幾盆水才會發財, 所以,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水,這個水如果供養佛了,特別供養阿彌陀佛,就會變成極樂世界的八公德水,所以供水記裡面寫,水有八德,以這個八公德水供養十方法界,四聖六道,逐租惡業,六道仲生的惡業都消除了,六道馬上清涼,第一道惡鬼道出生道得清涼,所以來,那翁阿宏各位就點幾滴出去,來,我們先念供水, 來,一起念,水有八德,供養十方,酌租惡業,六道清涼,點幾滴出去,翁阿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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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喝水都要念,最好把它刻在你的水杯上面,以後背下來,一杯水就上供下施,再來,施水記,當你在點凍水記,來,一起念,水有八德供養十方,酌租惡夜,六道清涼,點幾滴出去,翁阿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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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喝水都要念,最好把它刻在你的水杯上面,以後背下來,一杯水就上供下施 在點水的時候也可以念這個施水記,右下腳,一起念,此施諸善根,願彼立惡鬼,離惡鬼略生,或善去安樂,翁阿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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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慈悲 那左上角,功德回向滴水記,因為佛陀教拼伯撒洛王,做完功德,觀想在水裡,倒出去,所以各位你去南傳佛教,他們一定會用這個,然後他們出家人最後就念經,然後所有功德最後就倒在外面,各位大家都會,那這個是經典說的,那我們漢傳佛教,比較沒有在實踐,但是各位現在更要實踐, 因為我們有很多冤親在主,因為你這個滴下去,這個水就可以滲到很深的土裡面,牆角,石頭縫,最後融入在地下水,河水,大海,所以你百千萬劫的冤親在主就通通得得到 不然有時候你來打佛氣回去還生病,為什麼,冤親在主沒有得到,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欠誰呀,幾百事的功德,然後幾百事的冤親在主不知道他在哪裡呀,但是你有功德,他就會跟你要,他希望你給他 所以佛教我們要這樣做,強圓極入住,無邊處所者,雨水游天降,終必會低處,現在不要在裡面倒,等一下各位這一瓶水法會完了,所有功德融入在這個水,只要你哄哄哄,倒到你家附近好不好,那你們那邊就會發了 家裡的人,冤親在主也得到超度啊,那意思吧,所以強圓極入住,無邊處所者,你到的時候要觀想大雨哦,雨水游天降,終必會低處,最後一定會最深,最遠,最細的縫都會有這個水 所以賓伯沙洛王,七世以前,七個佛之前的冤親在主,毀謗三寶,下無間地獄,到了迦瑟佛投胎做咽口鬼,然後賓伯沙洛王做功德,這些咽口鬼就來討,因為賓伯沙洛王不知道,當天做完功德,晚上做噩夢,來問佛陀,佛陀就告訴他,哦,原來這個理由 所以佛陀就教他,這樣低,而且馬上他看,哇,他這些冤親在主,開始有水喝啦,有衣服穿啦,有食物吃啦,而且各個升天啊,住皇宮,因為賓伯沙洛王,蓋僧僚啊,供水功德都給他們了 成為賓伯沙洛王的護法,如果你的冤親在主成為你的護法,那你很順利,如果你拿阿公還在地獄,你每天走路都會跌倒 生病,因為他苦,他苦,他就會影響到你,所以互相影響的意思,所以如此之布施,福之一惡鬼,不但給冤親在主,這樣的布施福報,功德,也利益到所有惡鬼眾生,有如滿一流,得便於大海,哦,就像這個功德融入大海,各位,一滴水滴到大海,這個大海永遠有你的功德在,這個叫回向的意思,那南傳佛教是用實際的水去做 做回向,因為天氣熱嘛,而且那些惡鬼道都可以喝,所以如此,有如滿一流,得便於大海,如此失善果,這樣布施的善果,福之一惡鬼,能夠幫助惡鬼 好,最後我們來回向,再回向一次,我們叫做排位回向,然後,來,念一下啊,願意吃功德,觀想一下今日的功德,從早到晚,各項功德,莊嚴佛淨土,哇,極樂世界越來越莊嚴了,你在極樂世界那朵蓮花也越來越大了, 好,現在你所累積的功德,現在你所累積的功德都在那朵蓮花上面,那朵蓮花越來越大,那朵蓮花可以載著你整個家族都是極樂世界 好,再來,上報侍從恩,觀想一下,上報父母祖先恩,上報所有眾生恩,上報所有國家領導恩,上報三寶加持恩,上報三寶加持恩 夏季地獄苦,夏季地獄苦,夏季惡鬼苦,夏季畜生苦,夏季地獄苦,回向所有死亡兒童,墮胎胎兒,所有病死者,正在生病者,同享功德 所有布施者,所有布施者,護持者,同享功德,像各位今天,布施者買這麼多食物,大家都免費啊,還有水啊,感謝他們啊,他們得到更大的福報 來,若有見聞者,西法菩提心,盡此以報生,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有佛法就有辦法,像有太陽,有空氣一樣 有佛法就有辦法,像有太陽,有空氣一樣 對痛苦的眾生,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我講這個道理啊,各位要經常去思維 所謂受八彎災戒 是你自己念完遺軌受完 你一直去思維這個道理 思維到從你的內心完全的接受 而改變了你的觀念跟行為 這個叫修行 修就是思想的改變 行就是行為的改變 過去你很喜歡吃肉 但是你知道 哎呀,這隻雞也可能做過我媽媽 那隻魚也可能做過我爸爸 哎呦,不敢吃啊 不是魚不好吃啊 不是雞肉不好吃啊 所以各位在電視上 常聽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個有錢人的老闆 他很晚才生小孩 他賺了很多錢 他忙於事業 那終於他太太懷孕 他很快樂 結果生下來是男生 他更快樂 他想說我這麼大的財產 終於有人可以繼承了 那兩個夫妻非常疼愛這個小孩子 那這個小孩子從小喜歡吃魚 所以爸爸媽媽就在他的後華園做一個魚池啊 養最肥的魚 然後每天就問小朋友 你要吃哪一隻啊 他小朋友就比 我兒子要吃這一隻 撈起來 馬上殺給他吃 很愛這個小孩子 那這個小孩子到了16歲 生病 病得很厲害 死掉了 死掉以後啊 哎呀,這個做爸爸哭啊 我這麼大的事業 不一樣就不想做了 我就是要給兒子的兒子 居然死了 我賺這個錢幹嘛 那做媽媽更難過啊 躺在床上哭啊 起不來啊 生病了 生病了 後來 有一天 這個有錢的男人出去走一走 哎呀,我兒子死了 我太太又病了 我不想做事了 但他想一想 太太病也不行啊 總要幫幫他 他就到市場去買一些補品 要給太太吃 結果到市場 一排在賣海鮮的 海鮮的 活的 他走過去那邊 看人家在買海鮮 突然有一隻魚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他想說 好吧 就買這隻魚回家租吧 但是這個男人不錯 他平常有念觀音菩薩 所以各位念觀音菩薩很重要 他平常有念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慈悲啊 因緣到了 就變成一個出家人 來跟這個想買那隻魚的男人 然後這個出家人說 欸 那隻魚這樣一直跳 一直跳嘴巴 哈啪啪啪啪啪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男人說魚也會說話 我讓你聽聽看 你看他在說什麼 這個觀音菩薩就用神通 讓他聽得見 這個魚在哈啪啪啪 在做什麼 這魚在叫什麼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他兒子的聲音啊 他當場跳 聽得嚇壞了 我兒子了 我兒子了 出家人就說啊 你平常買魚給你兒子吃 是愛他還是害他 你害死他 他吃一隻魚叫五百次做魚 被吃被殺 好在你平常有在念啊 不然你會殺死你兒子 餵他母親啊 哎呀這個男人一聽哭啊 趕快把這隻魚抱回家 放在他家裡游泳池啊 每天看啊 兒子啊 兒子啊 不敢跟他老婆說啊 各位 這是真實的故事 你買的魚 你買的魚 哦 你買這隻魚給你兒子吃 你不知道你買的這個魚 是你大兒子 你過去墮胎的小孩啊 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去殺生 進一步 最好不要吃肉 因為吃肉就是吃父母的肉 各位你記住我這句話 吃肉就是吃父母的肉 所以為什麼出家人要吃素 因為出家人聽了佛法了解 這是個戒律 也是個慈悲啊 那你守戒律以後 經常打坐 定 那你就不會有不好的念頭了 定了以後 你終於徹底的了解 叫智慧解脫了 就像各位 你以前是吃肉了 現在是吃素的 現在拿肉給你吃 你一點慾望都沒有 唉唷不能吃 因為你已經有智慧了 但是這個是從界定會來的 一開始要求不能吃 後來習慣了 後來真的不想吃 什麼東西都可以訓練的 所以修行就在訓練我們的心可以改變 就像我們一樣 是小朋友 在訓練的心可以訓練 是小朋友 得到小朋友 來這裏 那是小朋友 要來這次